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今集和大家看大陸新聞,這單新聞搞笑 就說有個貴州男人偷渡去緬甸 想發展詐騙事業做詐騙大亨 結果這個詐騙人他收他還扔他走 原因是他不懂打字母文化 我們看看詳細的新聞內容說什麼 涉案的被告是三個男人 其中黃先生在2019年1月7月偷渡去緬甸 然後偷渡回中國 在2020年8月計劃偷渡去緬甸 坐車時被警察勸他回來了 楊先生就在2019年3月偷渡去緬甸 然後偷渡回中國 在2020年5月打算偷渡去緬甸 12月通過自首回大陸 至於姓吳這位人興就在2019年7月10月 和2020年3月偷渡去緬甸 和再回大陸2020年10月計劃偷渡去緬甸 在雲南省邊境被詐騙公司 以他的文化低、不懂打字、不適合從事 詐騙業務拒絕接收 最後也是被人踏走了 拉去坐 去到2023年2月 這3個人約好一起偷渡去緬甸公司上班 結果中途又被雲南警察查到抓了他 法院就說到3個人是違反國警管理法規 偷渡國警情節嚴重 這個行為已經構成偷渡國警罪 考慮這些被告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 對社會的危害程度和認罪態度、悔罪表現 根據刑法規定 對姓吳那位被告 就是偷渡國警罪 被判有期徒刑6個月 罰金7千元 而姓王這位被告就判他坐5個月 處罰6800元 姓楊這位被告就判他坐4個月 亦都是罰款6800元 想不到這些詐騙公司都頗有良心 說你文化低、叫你走 就不是強行留住他 我相信這三個人應該是回到大陸之後 就很認真這樣學打字 否則不會有信心就過去那一邊 好了,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